每次一发视频你们就夸赵哥拍得好 口才好 今天就让赵哥边讲边拍 三个有手就会的拍照大法 快让你的手才对象 学起来 学起来 我们现在来教第一个学校技巧 你的女朋友走到了一个景观位 这时候很重要 就是这个摄像头吧 你不用怼着他脸上拍 这玩意儿不是显微镜 你把这个焦距调到1.6倍的这个样子 这时候呢 画面会比较有立体感 来 然后就猛戳这个拍照件 就戳一阵就行了 记住啊 这个1.5到1.7之间1.6最好 这焦段是非常好candy 然后继续戳 好嘞 来吧 我们开始展示下一个 就是记住背景的这个头顶上 不能顶着一线 比方说电线杆啊 还有这里面这个光线啊 这种情况就是打灭打灭 约约约 你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背景下 自然地融入到画面当中 下一个小技巧 就很多女生在拍照的时候 会不自信 会尴尬 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要多鼓励他 多夸他 然后让他动起来 这样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才会显得更自然 才会有更好看的瞬间 好 我们就走到了下一个技巧 就是一定要注意你女朋友的这个脸上的光不能按 也就是背光或者这个顶光的时候 要找到一个光线状态好的地方 让他的脸上的光非常自然 然后还是老办法 使劲按这个拍照键 最后 只要是你男朋友用心拍摄的照片 那都是你们最美好的瞬间 好了 快at你男朋友 来参加赵哥的需要技巧培训班 拜拜